嗨 今天又是出游的一天 今天的第一站需要带两只小宝贝去洗澡 有他们俩真的是我的福气 因为两个人已经在车上搭了一路 现在在我的强势制止下老实多了 看眼镜头 完了完了 又开始了 你俩感情真好 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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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他们俩真是我的福气 洗完澡呢 我们的计划是去吃一个下午餐 然后去蹦床 他们俩现在很兴奋 不知道迎接他们还是洗澡 你看溜溜好乖 这个时候出来好乖 Happy你别乱动了 养两只狗真的是一件既幸福 又带着你很多痛苦的事情 狗吓死了 去 先被抓进去的是溜溜 因为溜溜对洗澡这件事情 还是不太熟悉 所以进了宠物店 别人对他一拍手 说溜溜过来 他就过去了 Happy 反正这个 你叫都不回头 好大一切 再看看我们家的对比 这是Happy Happy就是不能看见上面的这些零食 我给大家展示一个 Happy你看这是啥 完了看见了 你要吃哪个 你看他看见了就不走了 你想吃吗 开始了 开始要零食了 寻求方方的方式 所以我每次带来洗澡的时候 都不敢让他往上看 你又在自来时候干什么呢 你认识人家吗 这是得亏人装包里 不能揍你 干你急了 你找我也没用啊 我也不认人家 然后他又看着人一只小猫咪 他肉球洗完了 然后又是胖子的 给狗狗洗澡的步骤就是 他们会先给他修指甲 洗一下屁股上的毛 这样的话就防止他上厕所的时候 粘到毛上面 然后呢就是洗澡 洗澡的时候回家挤一下 就是叫肛门线 因为说就是一直不起就会发炎 但是狗狗在刚挤完的两天 会有一些些小敏感吧 有的狗狗 像我家两只就是溜溜不会敏感 但他里面有点敏感 就是他会有时候蹭屁股 然后就是稍微给他剃一下爪底的毛 因为那个毛如果不剃的话 他走路就会打滑 然后就是要清理一下耳朵 就每次我都会让就是 帮他洗澡的哥哥姐姐 帮他们这么处理一下 然后包括给他们刷一个牙 嗨大家好 我是Liuiuiu 小的已经洗完了 大的在里面哀嚎呢 这只就是惯坏了有一点点 修毛的时候 只要看见我们身边有人跟着 他就会一直好好想出来 我每次看待他们的心脏 就能够抬着又好笑 后来给Happy吓的 只要看到穿白大褂的 他就要往外跑 但是得亏这家宠物店 他们都穿的不是白色的衣服 没事儿啊 没事儿 我们洗澡的好漂亮 我们接下来准备出发第二站 去吃下午茶了 下午茶没拍到 直接甭闯吧 还要跑 打烂摇 是开吐 是开吐 今晚点 呜 呜 呜 现在我们到了秋千环楽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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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刺激 我的天 拿水高 天 一头狼啊 几妹 拜拜